大家好,我是小祥 本赛季对于志在重返巅峰的勇士队来说可谓有失有得 虽然他们附加赛者几被挡在了季后赛的大门之外 但当家球星库里却打出了MVP级别的表现 同时收获得分王和最佳阵容一阵等殊荣 多少算是一种额外的安慰 他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重新评估阵容的合理性 在汤普森即将回归的情况下 在休赛期通过市场运作 让勇士队再次回到争冠球队的行列之中 发牌也要双保险 失意状元有望加盟勇士众所周知 勇士本赛季失败的原因无非两点 一是汤普森赛季保销 让库里失去了进攻端最好的搭档 后者不得不单和带队 直接陷入了独木难支的困境中 其次则是勇士的年轻球员难堪大任 绑眼怀斯曼成为了体系的累赘 维金斯也未能顶替克莱发挥出二当家的作用 即使库里赛季末倾其所有 险些将勇士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最后也还是功亏一篑 其实从账面实力来看 勇士队真的不算太差 只不过怀斯曼和维金斯等人空有天赋 却无法融入到科尔的体系中 与老孩冠军球队的理念也格格不入 他们需要球伤更高的新鲜血液 能够从本质上弥补库里和格林等核心球员 存在的不足 巩固整个战术体系的基础架构 近日美国杨益斯蒂芬A史密斯 在一档节目中爆料 本西蒙斯有望休赛期加入勇士 具体的方案如下 勇士送出维金斯、怀斯曼和乔丹普尔 得到费城的西蒙斯和乔治希尔 并且如果勇士不想送出年轻人的话 还可以将两个乐透签加入交易 从而完成资源的置换 这笔交易从表面来看 对于勇士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一方面西蒙斯的风格和作用与追梦格林十分相似 实际上就是为胡顶发牌加了一道双保险 另一方面在推崇三分球的勇士队 西蒙斯的投篮缺陷会被无限放大 费城今年季后赛之所以战绩惨淡 和西蒙斯进攻端的低迷有很大关系 导致其市场价值大打折扣 勇士很可能会在这笔交易中成为冤大头 两道大闸为水花兄弟保驾护航 将驻勇士东山再起西蒙斯 由于这么多年来投篮毫无进步 似乎在联盟中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核心价值 但事实上他不过才25岁而已 远远没有达到生涯巅峰期 由于里福斯本赛季将外线战术核心的地位 转移到了哈里斯身上 西蒙斯失去了足够的机会 根本不可能在进攻端打出好看的数据 他的特点更适合团队型的体系 勇士对科尔的传切战术理念正好与其无缝衔接 从技术类型看 西蒙斯和格林的确功能重叠 有浪费资源的嫌疑 可这两人的组合也为当下的勇士带来了最缺乏的东西 那就是顶级防守 库里从来就不是顶级的外线防守者 康普森连续受到十字刃带撕裂和跟剑撕裂的大伤 不可能还是曾经那个3D球员的天花板 西蒙斯和格林一内一外正好形成了两道大闸 被脆弱的水花兄弟保驾护航 作为天头的老将乔治 希尔则能带领文幻阵容 与乌布雷 鲁尼等球员新老搭配 接下来勇士管理层只需要在市场上寻找 一名防守和篮板能力扎实的篮领内线 作为掩护工具基本就可以东山在前 库里当初一手将联盟带向了小球时代 也有能力为这个时代拉下帷幕 当身边有了西蒙斯这种特点 明显且能和自己互补的年轻球员时 他也不必继续站在三分线外问天买卦 虽然看似是一种无奈之举 但要是科尔能用好人才的话 未必不能产生奇效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